他知道车主已经死完了 然后还叫别人来冒充车主 把车子租给我 把我的车租退给我嘛 然后少退一点都行 我12800 那退个10000就行了 非常重要 就是救命钱 40多岁的大男人 此时几乎哭了出来 周师傅告诉记者 妻子要做放射治疗 这笔钱很重要 事情要从3月4号说起 他从安徽老家来杭州 打算先跑网约车挣钱 在那个司机群里面 然后他发了一条租车的信息 然后我正好在家里面没活干嘛 我就联系上 加了他微信联系上来 过来过后 我就把钱交给他了 车子住了 周师傅说 对方年纪轻轻 姓马 当天是在路边交易的 谈好不收押金 每月租金3200元 他一次性交了4个月的钱 12800元 车是一辆哪吒U 老婆要饭了嘛 然后我中间要空一个多月 他说我先住一个月 行不行 我就那样说的 他说你住4个月 住4个月 然后中间就给你 空的时间段 就不收你的钱 但是我想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就又能挣钱 又不耽误是吧 当时有签合同或者协议行吗 就没有钱 然后就是 为什么没钱 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车子都给你了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就是那样 因为我去年也是租了私人的车子 也是在路边交易的 你知道吧 就是也是别人把车子给我的 然后车子一点毛病都没有 拿到车后 小马发来行驶证照片 周师傅上传到接单平台 资料被驳回了 原因是 请视频拍摄真实证件 请上传行驶证原件照片 保证图片完整清晰 不要遮挡 他说这个车子是他朋友的 他朋友家里去了事故 然后他就急着回去了 然后叫他把他车子租出去 叫他把车主推给我 照他要了 他说放在老家 没有时间给我 然后就又拍了另外两张照片 都不行 反正是照片就删传不了 就必须要原件删传 从3月6号开始 周师傅发送消息 小马跟那位所谓的车主 都没有再回复 最后两个人都把他删除了 周师傅感觉不对 报了警 警察调查过了 那个车 这个车主 真正的车主 就是已经死掉了 自杀了 对啊 就是那个 他是从那个车主 手里面租的车 然后那个车主 车子是零首付买的 现在已经断供了 就车子 就是随时随地 都会被那个法院拖走 他就是群吹是诈骗 您拨叫的用户 也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现场没能联系上小马 周师傅到 冰江西星派出所 反映情况后反馈 警方提供了 小马的人口信息证明 他会尽快起诉维权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他会尽快起诉许过 大小马的人口信息证明